市长 各位长官好 因为可能大家在聚在一起来讨论的时间不容易 那为了怕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就干脆利用上课前有一段时间 把这个PPT说一遍 那说一遍就是表达我写的时候的想法 而且这个写这个PPT 是在工作之余的比较零碎的时间去写的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会前后顺序的不顺畅 或者是在组织上会有点重复的现象 所以我在待会讲的时候 就尽量把我的感觉再说出来 以便给市长还有各位长官参考 那这一页当然就是感性的一页 就是说我们以2012年余光宗先生来 然后以北回归线 还有以市长的名字来写的这样的一个诗 来引出2018年 我们期待我们的市长再回来领导加益 这个第一页是这样子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在第二页的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提出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口号 就是我们会落实这样的口号 就是让这个叫新台湾的南向政策 我们来建设加云南 加云南 我们再把它改成加云南 变得这个更大 就是以加益市为中心 我们提出产业的规划 而吸引加云南的年轻人回来 照顾加云南的这些长辈们 而且他们有好的工作 那这样的一个议题就是说 我们以这个地方市 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建设 却能够来作为整个加益的示范 如果我们在加云南 能够把这里做得很好 其实整个台湾就可以来学习我们加云南 而且以加益市为中心 那所以呢 第一个我们想提的就是 慈禧青壮四年回来加益 那这时候慈禧回来有什么目的 有三个 我们就把这个 老有所忠 壮有所用 又有所养 这个呢 把它改成饮法乐火 让长辈们能够开心的过的每一天 这个他在这个后来的 这个比较退休的年纪呢 还能够有一个目标 一些工作做 所以饮法乐火 那中壮年回来呢 能够成家立业 那因为成家立业呢 一切都安心了 一切都是稳定之后 就可能结婚生产而强国 这是整个的一个架构 好 那么这个架构之下 我们当然会做背景分析 那当然会提到就是 中正大学的 这个高龄基地 引用内政部的资料说 家义或者家云云的老人 他们自杀的企图心最高 全国最高 自杀的成功率也全国最高 那为什么会有自杀企图心 全国最高 就是因为孤单 因为寂寞 因为没人照顾 那为什么成功率最高 也是因为孤单 寂寞没人照顾 这都是环环相扣的 那这造成的问题是非常严重 那年纪大的 这个年迈的这个长辈们 他们是如果两位都还在 互相照顾 因为孩子不在身边 那如果一位生病了 另外一位会非常辛苦 如果两位都病了 那怎么办 如果一个走了 那当然就没有活下去的欲望 就可能会因为这样而造成 想要自杀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呢 让年轻人 轻壮年回来 来作为陪伴的功能 在佐以呢 我们政府机构 当然会有高龄 长照的一些措施 两项合起来 让高龄的生活品质提升 所以他们就可以开心的 过着每一天 有希望的过着每一天 因为如果是下一代的 下一代 在这个生出来 有这些小孩子 可以让他们的生活 更有意义 那他们的这个高龄的生活 就会更长久 更快乐 这是一个 那接下来就是说 那么怎么去创新利益 安心成家 在这里我们先提出来就是 我们家云南 其实公务人员 公教人员 带动整个家云南 尤其我们家义市的 这个经济 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比例算 还不错的一个比例 那这里提是说 除了公教人员 有一个比例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 老人比例相对高 也就是看起来 15岁到65岁 比家义市跟家义县 都是在71%左右 但事实上 然后这个要点出来是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比例 是他到北部去了 可是户口没有转 没有迁移出去 所以真正的比例可能更低 也就是15到65的更低 那相对来讲 高龄者的比例就高了 那这些可以照顾高龄的人 在外面 他们真的过得很开心吗 其实也没有 因为收入不够 所以往往还要靠 刚刚所讲的 数千人的这个公教 军公教人员的这个父母亲 有时候还要资源在北部的孩子 这是台湾目前一个 非常这个常见的现象 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父母亲还要支持 在北部工作的小孩 小孩赚的钱就是永远不够用 那父母亲也许退休的领导 是退休金 可是今年7月1号起 他们退休金又要大幅度的被减少 所以父母亲就会结缩他们的支出 给孩子的资源也会变少 造成在北部的孩子生活更为困苦 实际是困苦的 造成在南部的父母亲花费更为减少 于是经济就不断的萧条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 那所以呢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安心立业 那我们当然也提出来 就是哎呀 因为这个青壮年 他这个青壮世代 他们缺乏像早期台湾的产业 非常蓬勃发展 台湾前烟角木的这样的时代没了 所以他们虽然从南部北漂 北漂是到北部 到新竹桃园台北 现在北漂有时候到北京去了 西进 因为就是刚提了 就北京包括或者是包括上海厦门 对台湾整个中国都有非常多的会台政策 这些年轻人去了 一旦就业了 一旦成家了 通常是回不来的 所以会更造成我们台湾尤其南部空洞化 那但是留下来的 因为他的经济水平不够 收入不够 不敢结婚 不敢生小孩 结了婚也因为钱的关系 离婚率偏高 台湾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 那我们希望能够避免这个现象 来让国家能够强大 问题是必须增产报国 可是在刚刚所讲的报告里头 根本没有让他生产报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现在全国一年只剩20万个新生儿 那这带动的是从妇产科 从尿部产业 奶粉产业到幼儿园等等 这些产业都受到打击 那要不就出走到对岸去 要不呢就留在这边撑着 这撑着呢 那整个经济活力就严重下滑 这都是环环相扣的问题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就是说 增产报国是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 那所以这个议题就是刚刚所建构的环境 必须出现 怎么出现呢 我们建构加加云或者加云南的区域产业发展 那让年轻人能跟流台湾 让重北清南现象可以改变 那么而且台湾现在缺电缺水 什么都缺 而且台湾现在的环保议题 也非常环保问题很严重 那借着环保议题炒作也很多 可是并没有实际解决环保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在加云市 能够带动一个没有烟囱的产业 能够让年轻人跟流台湾 那是整个对台湾贡献度 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怎么让青壮年能够回到 南部来 我们以加云市做个师范都市 加云市有什么优点 它是一个小型的城市 不到30万 可是它具备有各项生活技能 坦白讲 加云市的中大型医院 包括小型诊所 密度非常的高 医疗环境相当的好 我们周遭的大学中学非常多 在加云市环道的大学 包括加云大学 包括中中大学 包括南华 包括五凤科大 非常非常多的大学环绕着加云 那这一些 这一些好的 这个这个大学里头 有相当好的研究人才 都可以支持加云来做 更高的产业升级 那你说要生活技能 我们 全台湾最好的百货公司 包括星光集团的 大圆百集团 在加云也都有他们的 这个管载在加云 所以加云要什么 其实有什么 生活技能非常好 相对它的房价又特别的低 那房价特别的低呢 这个比北台湾低连 这里当然这个表达 这次还没有改到 因为上次我们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 这个部分就是应该强调 它的房价太高 这个是略高 这个是特别低 我们应该相对来讲 就是房价的部分 这个还没有改 所以今天在北部付不起买房或租房的这些年轻人回到加云 这个成本相对降低 如果他们又愿意住在父母亲的附近 或者跟父母同住 尤其是跟父母同住 不管是时或者是住 其实成本大大降低 年轻人不用再负担房子的购买或者租赁的费用 而父母亲却又可以享受孩子的这个陪伴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这个这个提升过去的问题 改善过去的一个方法 问题是年轻人怎么会怎么回来 因为一定要有一个吸引他们的产业回来 不能够让年轻人回来就是卖饮料 就是这个开咖啡厅 虽然这些都可能有一技之长 可是不能每个人都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 我们必须给他一个产业的吸引力 就是一个规划让他能够回来 那大家都提文创 大家都提软件软体圆区 以我们的观察是这样 文创到最后可能大家都在卖一些 有机咖啡啦 卖一些这个特色的 这个有个性化的这个造型的帽子 衣服 我们到松烟到华山都一样吧 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特色 以台湾的文创来讲 除非有大量的观光人潮 不然其实他所产生的这个产值 完全无法自应对国家的贡献 对都市的贡献 更何况最基本的是连支撑家庭的收入都不够 所以这样的文创 在我们过去喊了很长一段时间 坦白讲并没有实质的落实 那所以我们提出是教育文创 非常清楚不是文创 不是只有文创 广泛的文创 而是教育文创 凭什么我们能提教育文创呢 我们先讲背景 既然是文创 他就没有污染 既然是文创 他不需要大批的土地 他靠的是人的脑袋 人所受的教育训练 以及所培养的创造力 再透过现在整个世界的互联网 以及穿戴载具的进步 这个是有非常大的伤及 在这样的一个载具进步 网络世界发达情况之下 我们的商业模式最缺乏的就是内容 而教育就是全世界各国都需求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 我们称之叫产业是对的 因为过去台湾都是教育输入国 我们所读的原文书 我们所看的这个 我们所学的英文教材 几乎都是国外品牌 那为什么台湾这么优质的能力跟文化 不能做教育输出国呢 那借着这个时代的进步 如果我们做一个非常优质的教育输出国 我们其实可以长长久久 而且是有非常好的产值 好所以呢 在这样的定义之下 我们就提示为学习 这个全世界智慧学习不断的蓬勃发展 这个摩克斯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翻转学习的概念 那这个可汉学院 在国外其实很多有名的大学 或者是企业都把这些智慧学习推得非常好 常讲说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 就够了 他把这课教得很好 那全世界就听他的课就好 这样的概念其实是对的 比方说这个老师他在这个人工智慧 在这个自动驾驶 他有非常好的学问 他录了完整的课程 其实全世界的学者 全世界的学子 这个企业人士都可以学习 不过这个在台湾呢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成功 因为国外是他正闷对整个全球市场 用共通的语言英文来做 未来的重要的科技的学习 这样的名师 这样的学者所录的课程 其实点阅率是非常高的 回到台湾来 台湾现在我们是针对台湾市场 用的是我们台湾的教育内容 那期待在互联网之下 能够有一个成果 但是通常没有 一个是市场不对位 第二个是负责这方面的人 在过去通常有两种人才 一个是IT产业者 那IT产业者 其实在软件是非常强的 在硬体端也非常熟悉 问题是对教育并没有实际参与 顶多曾经短暂教授过一些 比方说这个城市码的学习 这样的课程 或者顶多因为孩子读书 带着孩子去这样学 陪他去补习 他们曾经是个家长 但他们不是第一线的工作者 而学者是有非常多的理论基础 跟好的理想 一样他们并非第一线的工作者 所以我们认为 认为就是说 如果今天还需要一块 这一块呢是什么 这一块就是渣渣水